你要尽快把她转移出去 她 她到底是谁啊 虽然她现在留了胡子 可我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 周行江 男二十八岁 曾任共军特务营营长 因护送乌蒙托付任务失败 而被共军法庭判处死刑 现在化身哑巴 藏在青街堂做庚夫 她还是你 失踪了三年的恋人跟夫君 对吧 我真的非常敬佩你 你快回去吧 不过千万不要让赵金露那个老杂毛 把你给害了 你虽不怕死 可也要死得有价值 对吗 还有 那个朱章氏是赵金露的姨太太 也是因为一个情字被送进了青街堂 她可是多次 看到你和周行江优惠 并且告诉了赵金露 这是她写的告明信 这个人可不能留 你真的要走吗 嗯 一路走好 如果有缘的话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 还有 你讲的那个故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故事是真的 只是那个人不是我 是我的亲姐姐 她才叫菊花 我也是为了她 才投笔丛容 穿上这身军装的 我不服 这个社会 对我们女人太不公平了 是啊 太不公平了 我犯了什么法 指的这么行尸动作了 长嘴 我不服 我不服 你这是公报私仇 唐规第五十一条怎么说的 还是我替你说吧 凡是造谣声势 挑拨利剑 犯上作乱的 割舌成处 并挑断绞筋 永远赶出清洁堂 这话怎么讲 这封告密信 是你亲自写的吧 你说清洁堂私藏共挡 你说清洁堂私藏共挡 对不对 当主 当主 扔了我吧 我也是被逼的呀 我就不相信 你的心是真的黑了 那你就当着众姐妹的面 给我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好 我说 我说 一年前 我被迫嫁给了赵金露的父亲 这人真是诸狗不如的东西 你怎么还不打扮 赵县长马上就要来了 你不能这样 天底下哪有把自己的老婆 高手相让的 又废话了 女人是什么 是衣服 救了就得换 让你去陪赵县长 是高抬你 你这样做 真是送进了天亮 什么是天亮 我只知道 人活着就得快快活活 你把赵县长伺候好了 他就会升我的官 升了官就能发财 对对吧 大伯儿 不 今天你就是把我打死的 我也不必答应的 打死你 太便宜你了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先杀了你全家 然后把你卖到窑子 去趟窑姐 你信不信 周大勇心狠少了 当初 我就是被他抢去做媳妇 他什么坏事都敢干 为了保住我全家人的信念 我只好答应了这个无耻之错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是周大勇的老婆 名媒正娶 已有三年多了 王八蛋 敢如此戏弄本官 这天底下 竟然有把自己的老婆拱手相送的男人 是在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啊 大人别这么说了 女人都想潘高枝 我能跟了你 这也是我前世修的福气 放心 跟着我 我以后有你的好儿子过 大人 朱大勇 是一条无耻的狗啊 弄不好 他会翻脸不认人的 他 敢 我们夫妻一场 我了解他 万一他到省府 去告你强霸名女 岂不是让你微信扫地吗 他敢 我把他的舌头给割了 这很难说 他这种人为了大洋 能把良心卖了 他有什么不敢呢 这话也对 不能大意试荆州啊 要不 我现在就派人把他给毙了 不妥 人命关天哪 万一走漏了风声 县长大人 岂不是要有更大的麻烦 那我也不能看着这个心甘情愿戴绿帽子的王八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我心烦 那就让他去清洁堂当根夫吧 嗯 妙 到清洁堂里做耕夫的人必须是飞龙济雅 把他的舌头割了他就变成哑巴了 我看他再怎么胡说八道 那对这种混蛋 就得让他尝尝死不了活受罪的滋味 不知道这么做 你会不会心疼啊 这是他的报应 主要是大人给我做了主 出了这口恶气 今后 我就是给你做牛做嘛 也要一心一意地伺候你 你也不简单啊 不过话说回来 有仇不报非君子 那就让那个朱大勇到清洁堂里去修身养性吧 从此 朱大勇真的变成了残废 赵金路 又以关心下属为名 为他找了个在清洁堂当根夫的差事 很奇怪吧 我不是寡妇 怎么会在这清洁堂 自从你把我卖给赵金路的那天气 我就成了寡妇 因为在我心里 那个让我钟情 让我动心 让我能忠心托付的男人 已经死了 死了 死了 盛华 姐妹们 我的命苦啊 我过去的经历 就像石头一样 压得我天天长不过气 现在好了 你们都知道了 过去 我有很多事情 对不起你们 请你们多包涵 等来世吧 如果你们不嫌隙我的话 我还要做你们的姐妹 唐主 朱章日贪图享受 爱慕歇荣 确实做了很多对不起大家的事 弄得清洁堂的姐妹们 对她的意价很大 可是俗话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故 她既然有心悔改 就不要把她废了 佛祖说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们还是以慈悲为怀吧 既然是这样 就按阿妻婆的意思办吧 免去对朱章氏的惩罚 把她带到禁闭室 让她面壁思过 现在清洁堂内忧外患 我们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 共度危难 田嫂 我这里去县府 找那些宫官们理论 你带着人看好清洁堂 任何人不许私自外出 否则严惩不待 是 知道了 是我 是我 谢谢你了 你呀 我去 是 是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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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去 我去 今生今世 如果能做你的新娘 我就是粉身碎骨 也心甘情愿 到县府去疏通 这事不难 你可就是大英手替玉无门一次了 那太好了 我怎么办 只要你抱着我 为你 什么都要赢 放开我 放开我 生同床 死同穴 你们上天堂 为父 尽身尽使 非你不去 苏华 你怎么在这儿 找新路 是个鬼计多端的无常鬼 你不要莽撞行事 没有时间了 再不走 和大部队就会失去联系 可这些当没救出来 我又欲心不忍 宋华你说得没错 我是为了理想可以去死的人 我不能再做缩头乌龟了 你不要成匹夫之友 让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 前功尽弃 再等一等 明天我到县府 去会会赵金璐这个王八蛋 你别看他虚张声势 其实他骨子里 是一个贪图财色的人 要是给他点好处 他会出卖他祖宗的 就是因为这样 那我就更担心你了 收起你男人的子尊吧 你们不是说女人是水吗 可你别忘了 水能载舟 亦可覆舟 县长大人 我们唐主有请 什么 你要保他 是啊 我想把他保出来 你看行吗 我不明白 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可是咱们这一代的名角 再说 就为了儿女私情 你却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 弄不好还要丧命 这岂不 为了儿女私情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根据我的判断 他化妆入堂 肯定跟乌蒙托付的脱逃有关 这只是你的判断 你没有真凭实据 我还是想把他保出来 可以不可以 那得拿你来换 愿意吗 怎么 你是要称人之威吗 一句玩笑 你何必当真呢 我看你啊 不要再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了 还是想一想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自己的事情 什么事情 谢堂化妆潜入清洁堂 作为堂主 你竟浑然不知 恐怕难逃干系吧 此期一 其二 长期以来你桀骜不驯 犯上作乱 更严重的 你私藏清洁堂的物品 并有将其占为己有的先议 赵兄弟 你不要信口慈皇 你想要证据吗 我有 人证物证 我全都有 那你就拿出来好了 这人证啊 你我都心知肚明 朱章是那个贱货在你身边待了三年 你以为还有什么事情能够瞒得住他吗 至于物证 那就是你藏在暗道里的那口大箱子 那今天就弄个水落石出吧 你省得有人天天惦记着清洁堂寝食难安 谁让我是一线之长呢 总得为清洁堂负点责任吧 既然你不到黄河心不死 那就请吧 好 我都不建议 我都不建议 我想要将那宗的fleisch 都不建议 我走下认钱 我冒 我砍了 在导致 你说的就是这箱子吧 不错 如果这不是宝贝 你有必要把它藏得这么严实吗 天嫂 你把它打开 这 打开 这里面的东西还是价值连城吧 怎么解释耳环呢 你想耍我 奇怪吧 这就是我们清洁堂所有的积蓄 你从哪弄来这些耳环 你藏这么多不值钱的东西干什么 它在你眼里的确不值什么钱 可是在我们清洁堂姐妹的眼里 它是无价之宝 这些耳环 是这一百多年来 每一个死在清洁堂的姐妹留下的 这每一副耳环 都是她们的在天之灵 我们有这么多姐妹 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 就是妖魔鬼怪 也不能把我们走 怎么样 你想要把它拿走吗 这一副耳环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儿呢 这可是坏了清洁堂的规矩的 你把这儿弄得到处这么写信 这清洁堂的牌子可就要倒了 非常时期 对待这些捣乱分子 就得采用非常手段 他们在这儿犯了罪 那就得在这儿守法 明天五十三刻 我亲自带着星星队来 把这些混蛋就地正法 我要杀依经百 朗朗乾坤 你岂能这么胡作非为 你这么做 不就是逼着攻击下蛋 哑巴说话吗 说起哑巴 我倒想起一件事了 你们招的那个耕夫 让他来见我 他为人出事十分奴忙 我已经把他赶出清洁堂了 又是欲盖弥彰 没关系 和尚跑了 庙还在 根据我的判断 这清洁堂就是他的庙 如果他明天五十钱 还不在这儿露面 那你这位堂主 又得多担待一件事了 再多了不愁 你有什么招 尽管都使出来吧 朴顺华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爸爸 是省府的一员 你就敢在这儿放肆 只要我抓到你通匪的证据 哪怕他是天王老子 我也敢把他拉下马来 我等着 找到了吗 我们几个人 找了个遍 也不见他的人 血糖已经这样了 咱们不能再搭进去 一个人了 再派人去找 一定要阻止他进清洁堂 是 兄弟 我们会对待你不管的 不许动 给我射 不要开枪 我要活的 我也会死你 我死你 你 你 不敢 炸人 走 走 走 我 周刑江 男 二十八岁 共匪侦察营营长 我没说错吧 别装了 我设的这个圈套 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我这是无病万头医 死马当作活马志 没想到你居然还真来了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说了你也不懂 所以啊 所以我才要洗耳恭听啊 一个字 义 义 空匪也讲义 我们不讲义 岂能唤醒千千万万劳苦大众 起来反抗我们 我们不讲义 岂能有那么多的革命志士 为了推翻你们腐朽的制度 英勇牺牲前仆后继 我说过了 你不懂 动手吧 带走 我们不讲义 我们不讲义 岂能唤醒千千万万劳苦大众 起来反抗我们 我们不讲义 岂能有那么多的革命志士 为了推翻你们腐朽的制度 英勇牺牲前仆后继 我们不讲义 我以前没见过 不认识 这个人是红军 是共产党 周副大队长 到 你对党国忠诚不忠诚 他让我穿这么漂亮的官府 当然忠诚 那我让你开枪把他给毙了 你敢不敢 敢 看见没有 这儿 这儿 还有他的脑袋 三点连成一线 只要你轻轻咱们一抠 他就完蛋了 来 执行吧 执行吧 快开枪吧 只要你一开枪 我就给你一百块大阳 一一一一百块大阳 对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胖好瞄 枪一响就赏一百块大阳 你你 你 你 当 当 你 枪里没子弹 你 你耍赖 想赖掉那一百块大阳 不好玩不好玩 不玩儿不玩儿了 这傻子不傻 好 没想到一夜不见 你越发显得光彩照人了 县长大人过奖了 不要左一个县长又一个县长 叫我金鹿吧 岂敢 赵县长的大名 岂是我们这些小百姓们 可以直呼的 你呀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想请你 把那个姓周的放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请你把周行江给放了 你今天是不是喝了迷魂汤啊 上一次你替谢唐说情我没有答应 今天又让我放周行江 他是共匪要犯 你给他说情这不是找死吗 我这是救人又不是杀人 怎么就找死了呢 他是红军 是共产党 你就不怕我给你安一个通匪的罪名吗 我一个辅导人家 不管什么红军白军 我只知道要救人 不要害人 要积德 我执心今生 不求来世 我不想积什么德 不我不会让你这么干的 为什么 他毕竟是从清洁堂抓来的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 把我们清洁堂的名声彻底给毁了 可是 你凭什么 能让我把他给放了呢 我想一命换一命 其实你的心思我知道 什么意思 只要你放过他 我就嫁给你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 绝无戏言 不过像你这样可口声声 为了党国的事业 是不敢寻这个私情的吧 什么狗屁党国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人生苦短 我不想委屈了自己 你真的要下给我 你长着耳朵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好 那 说说条件吧 第一 你马上放了周星江 并且要让你的保安大队 周副大队长 扶送他离开这里 好 第二 你要明媒正群 洞房 就设在清洁堂 这倒有点新鲜了 瓦夫在家 还要放在清洁堂 是不是有点出国了 你不是说非常时期 办事就要用非常手段吗 怎么 你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能和你这样的美人同床共枕 那是我的福气 就是做鬼也风流 没什么不敢的 那还等什么 下命令吧 尽管我知道你是违心之局 可我还是愿意相信 没办法 从古至今 英雄难过美人观吗 废话少说 办还是不办 别让我后悔 办 马上就等 快点 二二二十二十二十五十五十一 你出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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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开什么开 走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要烧要滑 痛快点 你误会了 我不但不杀你 还要放了你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别耍阴谋诡计了 你会奢望的 不 我很满足 而且很快乐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乐过 小楚的嘴脸 少啰嗦 快点 否则一会儿我改主意了 走啊 走 走 快走 田嫂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们堂主让我来送送你 顺华 她还好吧 你还不知道啊 我们堂主为了救你 答应了赵金璐 今天晚上 就要跟她拜堂 成亲 是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真的 我们堂主这次 比卖身都要惨 你 要 要钱 哪 你这 他哪有钱啊 抓 抓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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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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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田嫂 快 快去把手脚拦住 要不然要出大事 堂主让我交给你的 快去 行家 其实我们在清洁堂大门口 重逢的那一刻起 我就原谅你了 这就是爱 无怨无悔的爱